大家好,美国强生疫苗出事了 强生疫苗在施打以后造成一死 树立严重的血栓 目前在欧洲已经暂停使用 美国卫生官员建议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以调查数名接种美国人出现严重的血凝块病例 也就是血栓 在欧洲大陆上部署目前也在推迟了 强生公司本周二宣布推迟在欧洲部署其疫苗 之前不久美国已经决定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在法国本周正在等候的强生疫苗也没有到来 4月26号将有35万8000剂 实际上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建议暂停使用这些强生疫苗 目前美国当局调查 数人出现严重的血凝块的案例 实验室解释说 他正在与欧洲卫生当局一起研究这些病例 周二下午发布的一份报告 美国已经确认在接种一剂新冠强生疫苗以后 有一人死亡 一人处于危急状态 病危了 美国药品管理局FDA 药品管理局FDA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在调查美国报告的6例接种疫苗后 出现严重血凝块的案例 在美国施打一剂强生疫苗以后 年龄居于18到48岁的妇女出现了血栓案例 这些症状都是在施打疫苗后第6天到第13天出现的 美国已经施打注射了超过680万剂强生生产的疫苗 权威人士指出这个类型严重副作用 目前极为罕见 我现在呼吁美国的华人 你们自己打了强生疫苗的也要加小心 这个副作用 上周欧洲药品管理局EMA 也表示正在调查强生疫苗 与血凝块之间的联系 目前该疫苗仅在美国使用 但已于3月11号获得欧盟批准 在法国最高卫生单位也批准了强生疫苗使用 因此他将很快加入法国已经使用的三种 针对新冠病毒疫苗清单 现在看欧洲已经停止了 已经终止了 之前中国疫苗保护率低 这个事被西方不断炒作 保护率低那个事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中国用的是最传统的最安全的 副作用其实最明显的 已经是使用的很长时间了 副作用都清楚了 叫什么呢 就是灭活疫苗 而这个西方啊 像强生美国呀英国 它使用的什么呀 它使用的是这种 mRNA 用这个DNA切片技术 mRNA 这个虽然是新技术 它这个保护率高 但是它副作用 因为之前没有实验过 首次在大估摸在什么 在人群里使用 谁也不知道有啥副作用 所以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保护率啊 我觉得大家 所有海外华人 咱们得听清楚啊 你要是想要高保护率 那你得承担什么 像这种血栓 像这种高副作用 甚至直接死亡的风险 你得承担这个风险 你得成为人家小白鼠 因为这个东西之前没用过 新技术 保护率高 但是新技术 谁也不知道后面发生啥 你得承担这个风险 但是你看 中国的保护率低 现在说中国保护率低吧 但是它安全 造价低廉 大规模生产 全世界都可以普及 而且呢 最简单最简单 它的安全 它这个可靠性啊 副作用 不会致死 也不会出现血栓 你血栓那个东西 但出现的话 在全身出现血栓 这个人 那可能四肢就瘫痪 在脑部出现 脑死亡都可能 新冠没有疫苗 结果脑死亡了 你说你成小白鼠了吗 这些死的人多冤 在西方的华人呢 你们自己也得判断 我反正我要选择 我宁肯选择 保护率低一些的 但是呢 安全性高一些 像这个当小白鼠一样 我绝对不会打的 为什么西方的国家 为什么在大肆宣传 中国保护率低 这不就是说吗 我中国的保护率低 你们来打我这个疫苗 给我们当实验品 我告诉你 西方有很多政治家 你包括阿联酋的那个 阿联酋的那个球长 他为什么打中国疫苗 他其实也知道 保护率的问题 他也知道西方疫苗 和中国疫苗区别 但是他还选择打中国疫苗 因为这样的领导人 是聪明人 他知道中国用的是灭活疫苗 副作用小 就算没效果 效果很低 我不至于出现大的副作用 这才是安全的 人家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真正聪明人 而像西方那些 打这个西方疫苗那些 那都是啥 当小白鼠一样的 你看现在欧洲整个停了 这种疫苗告诉你 价格还非常高 存储起来 条件非常苛刻 数量还小 他不像中国那个疫苗 零上六七八度 对吧 冰箱里就可以放 大面积使用 而且有效率 这种东西 我觉得主要就是 你把这个疫情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了 物理在隔绝 新冠病毒本身 就可以消灭它 并不需要那么高的保护率 把我个人看法 我自己选择的话 我绝对不打什么 这个强生 这种美国新技术 这个 我不当小白鼠了 几十年以后 他新技术成熟了 副作用 各种副作用出来了 吃捏呆啥 什么样都知道了 然后 安全了 我再用 真正聪明的人 是不会自己当小白鼠的 所以新冠这个病毒 新冠这个疫情 其实把西方 整个西方的脸面 我觉得 这个面具撕下来了 之前是什么 西方管理 治理上的 自由民主 结果这病毒也自由的 散播 自由的得病 根本没有治理 西方这个治理一塌糊涂 然后西方打压中国 说中国这个治理 没有人权 但是你会发现 中国这个治理 相对来说 对中国人更安全 让中国人生活的安全环境 突然西方那套 在全世界突然发现 不是那么受欢迎 治理上不是那么欢迎 现在西方那个技术 你可以看 每天吹西方的高技术 你同样 你看这疫苗这个事 高技术带来什么 高风险 高副作用 而中国使用的是最传统的 而在有限的 中国也不是不能生产 这MRA 也能生产 但是并不大规模使用 中国考虑的是什么 你大规模使用 你这个副作用 你是未知的 不安全 考虑的是什么 安全性 所以这点上看 我觉得中国才是 对老百姓还负责 西方反而不负责 西方为了追求什么 最高保护率 特别是药厂的高暴利 你想这种新技术 它后面有多少暴利 西方资本主义 你可以看看 为了钱 为了金 为了这个金钱的利益 把老百姓当成实验品了 这些药厂 你看看出这个事 我是绝对不会打这一门 当成小白鼠的 就是资本主义 我说过 任何制度有它的先进性 但同样也有问题 你看资本主义 发展到现在 你看看 这个药厂 各种药 之前那个电影 叫什么 我不是药神 人也是 人都快活不起了 卖房子 卖儿卖女了 药价还是那么贵 资本主义吧 资本主义就这 所以有时候 你看各种制度 我觉得 你要看通透 另外 多种制度并存 才是对人类有益的 资本主义制度 有它好的地方 积极发展 先进科学 你可以去学习 但是如果全民 整个地球 全是这种制度 其实我觉得 人类会出现灾难 这为什么出现左派 左派看到了 右派资本主义 这里边的黑暗面 替人类着想 他会想另一面 就像镜子一样 双胞胎吗 有你就一定有我吗 我看到你什么 看到你的黑暗面了 我就是你的影子 像西方讲的 有一个幽灵 叫共产主义 徘徊在欧洲上空 什么叫幽灵 是因为你存在 你资本主义存在 那个幽灵 你的影子才出来 如果没了你 西方 欧洲上空 没有了你 肉身 没有了资本主义 那共产主义 那个幽灵也不存在了 还有什么共产主义 影子灯一打 你在那影子自然就在 共产主义 那个幽灵 就是你本身 你反映出来的 你的黑暗面 因为你太 太不讲人道 所以他左派出来了 要讲人道 这才是世界的真实 这个疫苗 你看到了 疫苗这个事 我觉得 整个新冠会改变人类 我觉得会改变人类 整个的意识形态 会让人类更像什么 像两种意识形态 并存这个方向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我之前 两年以前 我就提出来 意识形态要并存 制度要多样性 这个疫情 你看突然一下子 也不知道是上帝眷顾我 还是这个 老天爷有眼 我提出来理论以后 一直没有立正 很多人不相信 有人说这个 西方那个好 有人说是东方这个好 疫情一出来 这些事一看 马上你看跟我这个说法 一下印证 老天爷 拿这么大一个疫情 给我作证 正好赶上了 我觉得我是被老天 眷顾的人 确实有这个感觉 你看我频道的这些人 你们也是有幸的 咱们也是有缘 你能知道我的想法 制度本身就是多样的 另外以后 谁再跟你说 欧洲上空徘徊 这个幽灵 叫共产主义 你直接告诉人 那不叫幽灵 那是资本主义的影子 这俩制度是并存的 正因为人类看到了你资本主义 黑暗的一面 你这个邪恶的影子 自然要反对你 自然你的对立面就出来了 其实是一体的 中国的疫苗 我觉得还是最安全的 现在我看还是最安全的 而且中国也有很多有效的手段 戴口罩 物理隔绝 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最安全的 要打疫苗 我还是首先打中国疫苗 我还是首先打中国疫苗